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台北股市又是開高走低 很多同學都在想 老師到底怎麼回事 當然開高走低 有一些開太高了 你要賣沒關係 就讓你去賣 反正你賣完你也追不回來 對不對 那我在這裡都誠實的告訴你 我們有什麼股票 對不對 我答應我的同學創意 我已經幫他賺了一千塊錢 我後面還要再幫他們賺一千塊錢 我也不要看禁書表了 今天三大法人全部有買創意 不只是創意 而且還有世心 還有力望 那我昨天晚上有沒有告訴你 加LINE 分享標股的攻擊模式 對不對 很多同學都在想 老師啊 我來搶一下 這個廣達技嘉偽創的反彈 今天終於開高了 但是開高又殺下來 很難賺 很難賺 那你為什麼不學我們一樣 對不對 大選權選股為主 不必設非標 對不對 我在這裡都公開告訴你 1月8號 昨天晚上寫的 我的同學沒有看到這一張 是睡不著覺的 台股上漲53點 外資小買23億 投信買21億 支減了8億 對不對 大盤量縮成2583億 量少不會大幅的漲跌 放心好了 因為量少 我知道市場上很多在這裡喜歡 沖沖樂的 沖沖樂的 投資朋友 在這裡也怕怕的 怕怕的合理 對不對 萬一衝了又輸錢怎麼辦 對不對 有老師跟你講 哎呀 這個航運股 漲也不要賣 賣跌也不要賣 有賺的不放在口袋 同學 這樣像話嗎 驗證才是最大的誠信 我覺得有一些老師 在這裡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就說買很低了 不要賣都沒關係 就給他報 不是有人告訴你 不要這個 跟股票談戀愛嗎 那怎麼報上又報下 有賺不賣便賠錢 那個是很不舒服的事情 對不對 你看一下今天 陽明又打到跌停板 不是說他跌停板怎麼樣 對不對 你看 有賺又不賣 還有一個銷的 姓銷的 銷的銷的 哎呦 我買在第一檔 有沒有出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要做這種股票 那你就自求多福吧 我是沒有意見 我真的沒有意見啦 長榮 對不對 啊 跌也不要賣 是不是 因為我買的很低 所以跌也不要賣 漲也不要賣 那你去參加會員幹嘛 我問你 你去參加會員幹嘛 啊 現在又開始講了 哎呀沒關係啦 我跌 啊 那老師 那做什麼股票會漲 對不對 對不對 立望 世新 對不對 同學 你不是喜歡做現股當初嗎 那我問你 對不對 立望 老師這個那麼貴 我做不起 你做不及不會做一張哦 哎今天也大漲啊 每天都在漲啊 世新 哎呦老師我今天做一張賺五萬塊 多爽啊 我們賺的不夠做 啊你每天在那邊這麼賭博 像話嗎 同學 你知道當沖的 在市場上賠大錢的 我有看一個那個新聞在講 就說他賠 就因為當沖 賠了幾百萬 而且還是小資族 沒有什麼錢的人 那你來找我就不一樣了 我帶你不管是當沖啊 波段啊 我每一筆都賺錢 那你不相信我啊 不相信就算了 隨便你啦 我沒有意見了 來看一下 創意 投信買67張 外資買63張 明天可以挑戰1700 那你就說嘛 好嘛 我們都講在前面的嘛 今天開牌1690你敢不敢買 你不敢買嘛 你要做當沖對不對 你做一張就好 我沒有叫你做很多嘛 你買1690 老是1715 你可以賣1710啊 你一張也可以賺 一張也可以賺一萬多塊啊 你不做 對不對你不做 在那邊看 每天就在航運股對不對 然後天上飛的麻雀 燕子 老鷹 搞不清楚耶 真的 亂搞一氣 這些老師 唉我也不要講嘛 說實在 同學 就像我的測標告訴你的 買會漲的 不要買低機器 對不對 很多同學都說他很厲害 老師啊 偽創絕對不會破底啊 開高又走低 今天你去買這支當沖 又賠錢了 對不對 廣達開高又走低 對不對 啊 技嘉還好啦 開高沒有走低啦 但是你去當沖 你也賺不了錢啊 對不對 我告訴你什麼 偽創廣達技嘉反彈解碼嘛 分析師告訴你不會破底嘛 對不對 不會破底啦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啦 反正跟我也沒關係 老師你不是有很多會員來找你啊 就是說參加會員啊 我就跟他講反彈就賣啊 我都沒有在那邊殺在低點 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有一個同學有廣達來找我 對不對 他買在高點 大概廣達大概賠了不少啦 賠了大概四十萬 結果他一支 一檔 艾普就賺 四張的話大概賺四十幾萬 我跟你講你也不相信 對不對 我跟你講你也不相信 老師艾普今天沒漲 今天價差實在太小 我一個同學啊 小作作一張 只要翻黑他就買了 他沒有買到最低點 四八二點五 他買四八三 四八三可以賣到四九零耶 也是賺啊 難道這不是賺嗎 我說你 我說你這一張衝來衝去你也很爽 老師我只要有賺錢我就爽 對不對 我在這裡告訴你對不對 你看我們今天會有一個清代的 他今天做四薪賺五萬塊 一張而已喔 一張賺五萬 利旺也賺 創意也賺 艾普也賺 我跟你講 資源有高先退出 利多不漲 有沒有看到 老師你怎麼那麼準 你怎麼知道他會開高走地 最高是三八八 三百八十八 三八八 老師那個尾數不是二就是五就是八 對啊 三八八 三八八你不賣 又三七五了 老師我今天我好我好厲害喔 我今天去買三八八 結果收盤 試駕砍掉 隨便你啦 我沒有意見 我真的沒有意見 不會坐來找我就對了 我每次帶你都賺錢嘛 這樣不行喔 對不對 威勝 威勝昨天被殺了跟豬頭疑 然後今天威勝沒有跌 威勝昨天為什麼會被殺了跟豬頭疑 你知道嗎 老師這個藏黑 其實昨天外資是賣超的 但是外資買的成本是多少 外資買的成本是多少 外資買在威勝買在154塊 老師今天最高沒有到154 瑞銀還買在157 所以今天我有一個同學 他問我 我說威勝低埋 沒人叫你追高 他今天買在147塊 賣在152塊 老師258你教我的 還是賺錢 威勝其實看一下 昨天那個急殺 昨天好多人罵威勝 還有一個燕子 和平的燕子 和平燕子 放空威勝太好了 最好空好空滿 等上漲了 昨天還很多人去罵威勝 我真的搞不懂 他們沒有賺到 他們就在那邊哭 靠北 我講沒漲的好不好 不要一直講我漲的 我講沒漲的 這一支沒漲對不對 老師今天預算沒漲 尾盤有大單次 預算明天一定漲 7月是漲 業績也公佈了 明天一定漲 會不會漲停我不知道 但是明天一定漲 好不好 同學 對不對 我們來講嘛 講要怎樣 要驗證嘛 對不對 要驗證嘛 不驗證都是假的嘛 你看一下 明天預算會不會漲 告訴你一定漲 搞不好會過53塊 我也不知道 老師你有電話線了 老師你有電話線了 隨便你 所以我在這裡告訴同學 我們最近因為快要選舉了 所以有時候快要選舉 我的動作也不會太大 因為我希望所有同學在選前 不要太衝動 但有的同學就打電話來問我 老師那你這樣好可惜 老師你這樣都沒有讓我們賺到錢 好可惜 你看來看一下 我1月4號 我1月4號 對不對 我有寫破例 對不對 1月6號 我昨天晚上還寫破例 我昨天晚上還寫破例 同學很抱歉 沒有帶你們做 我們來看一下 破例 我們來看一下破例 今天漲停板 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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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才好玩 我在解盤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打電話進來說 老師破例 快跌停了 我要不要先獲利出場 我說不要 我說不要 結果今天一天從快跌停拉到漲停鎖住 還鎖了4000多張 另外一個同學就打電話給我說 老師我後悔我買太少 這個都是清代的 沒有 沒有沒辦法 因為他有問我們 我們就誠實回答 誠實回答 我有沒有寫在前面 我都有寫在前面 我4號就告訴你了 對不對 我6號就告訴你 對不對 我昨天晚上8號 我還繼續告訴你 那很抱歉 一般同學都沒有進場 不過沒關係 明天我還是一樣有漲停板的 驗證是最大的誠信 有買有賣 獲利放口袋 所以同學在這裡 你只要記得 你今天打電話進來 你只要說 老師你明天要賣哪一支 我不敢保證他一定會漲停板 但是我敢跟你講 他一定會賺錢 要賺錢 打電話進來 一通電話只要一塊錢 我要幫你賺多少錢 我待會廣告過後 我回來我會告訴你 我要幫你賺多少錢 進廣告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寿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代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寿 第三 所有股票代盡一定代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 股動乾坤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我知道剛才你電話已經打了 對不對 我們公司的電話一直在響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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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這個是賺錢的電話 不是賠錢的電話 所以同學 有福氣 有福氣 有錢之所以有錢 坐擔想的跟你不一樣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知道了 有一些坐教的老師還在 還在講什麼 還在講宏基 對不對 宏基今天去追 又死翹翹了 老師人家告訴我 這個叫出生段 下來會有主生段 主生段 主生段選後再說 為什麼你們都要用賭博的呢 老師那個做教做教做教很厲害 他賠了他不敢講 他愛浦買在314 他都沒賣 我問你啦 你參加他就那一天他買314 後來他都沒買 對不對 田興教祖很厲害 他買336 你們這些同學 有時候會被老師的話術 會被搞死 我問你啦 你買314很厲害 那我如果跟你講 我這裡買 這裡賣 這裡買 這裡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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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430還在買 我380還在買 你前兩天來參加的會員 我還帶你買 我還帶你買465 461 他就明明會漲啊 你為什麼要去賭什麼 老師我又去賭那個弘基 我又去賭那個鷹葉達 你為什麼那麼習慣賭博呢 我這樣搞不懂 老師我那個做教的 帶我買314啊 老師我都沒賣 都沒賣 對呀我知道你都沒賣 都沒賣啊 老師那個田興教祖王信寧帶我買336 我都沒賣啊 我已經價差做了快300塊了 我告訴你 同學我講實話啊 我每天都有買有賣啊 是這兩天啊 價差太少我不願意買賣啊 這樣而已啦 這兩天沒有買賣了啦 那價差不夠大 他價差有時候都20塊30塊 沒有價差就不要做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再繼續告訴你 來 創意 對不對 今天三大法人都買 對不對 老師創意你是怎麼做的 你怎麼可以賺1000塊錢 他股價也不過1600塊 1600多塊 明天1800塊而已 你怎麼可以賺1000塊錢 來 同學 看一下創意 我沒有套勞這回事啊 我是 每一筆進出都賺錢 來 看一下 對不對 這跌聽跌聽跟我沒關係 因為我這裡沒買 我前面買的已經獲利了結了 是不是跌下來 跌下來我這站上五日線 是不是1250這邊買進 那第一次碰到季線 是不是絕對不會過 我這裡買 這裡賣掉 我這裡再回來再買 碰到季線我再賣掉 再跌回來我又再買 跳空過季線拉漲停 這一天我賣掉 這一天我買回來 這一天我全部賣光光 一張不留 一張不留 我沒有那個出一半的啦 打下來剛好回來的也在買 這個拉漲停沒出 沒出我就覺得很對不起同學 所以我就答應他們說 我這一次的創意 我要再幫你賺1000塊錢 對不對 前兩天創意有多少錢 前兩天的創意對不對 1620 我就跟同學講 趕快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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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 趕快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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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 趕快買1700以下全部買 還沒有賣 還沒有賣 沒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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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來1800 我就開始來做價差了 我就開始來做價差了 對不對 叫確保獲利 叫確保獲利 不知道啦 我沒有意見啦 我的做法你認同嗎 1250買 150買 1360買 1520買 老師 老師 老師你這越買越高 1300買 1780賣 一千塊 後面還有一千啦 放心啦 我就跟你講 您不需要做太多檔股票 對不對 今天梁小姐又賺了5萬塊 陳月亮 陳月亮小姐不錯 最近也小賺賺 其實他已經賺很多 賺好幾百萬了 有沒有上千萬我不知道啦 陳月亮還介紹他的同學 他的一些好友 來找中翔老師 因為他們認為中翔老師實實在在 有買就說有買 沒有買就說沒有買 我們有買的 有進有出 有進有出 有進有出的 我們都公開講 對不對 像譬如說 我們今天 有一個同學 在這裡 他收盤價 他買了10張的預創 那你看明天會不會漲 好不好 我講在前面嘛 對不對 驗證是最大的誠信 我講在前面 同學看好 你看今天預創有沒有漲 老師 跌四馬尾 那你看明天會不會漲 會不會漲 3% 5% 10%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明天會不會漲 如果開盤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就是518到52 老師那我要追一下 能不能當抽 打電話進來嘛 驗證是最大的成立 你不打電話進來 我怎麼告訴你 對不對 老師那你能不能今天 在加賣的時候 你會跟我寫一下 他開盤價是多少 他盤中的高點是多少 有多少量的時候會漲停板 那你趕快加賣就知道了 我寫的都很準 同學我真的啦 我寫的都很準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對不對 你看 投信買86對不對 好 創意 明天 可以過1650 短壓1680 當天的開盤價就是1650 最高點就是1680 對不對 然後我告訴你 創意 過1650挑戰1720可衝 老師你也不準 現在最高才1715 有沒有過1680 有 老師 就照你這樣講的 這個尾數不是2就是5 就是8的話 來我們看一下 來看一下今天 今天艾普 收盤是485 老師 他為什麼不收 不收495 昨天5000多張 今天只有3000多張 今天外資投信都有買啊 老師今天最高點493 沒有到495 老師這裡有拉到491 被人家衝下來 沒關係 你們喜歡衝就衝嘛 反正你們賺錢 老師就高興 對不對 老師是希望 所有同學都賺錢 我不要帶你去賭博啦 要賭博你自己去賭就好了 都要買個骰子 那個十八道這樣射過 明天這支股票是會漲會跌 丟下去三個六就會漲停 丟下去大就會漲 丟下去小就會跌 做股票做到這樣 比你老師還準 我告訴你 驗證才是最大的誠信 有買有賣 獲利放口袋 為什麼要買 為什麼要賣 我都要跟你講清楚 一通電話一塊錢 明天跟我一起賺 謝謝 我都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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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買